关于金丝熊你到底知道多少 现在金丝熊被越来越多的人喜爱 因为他毛茸茸很可爱 性格呢也很温和 不需要特别的去照顾他 平时打扫卫生也比较方便 他会定点上厕所 上班族遇到出差或者学生党学习 都不用去过分担心他 他的独立性很强 如果你身边的朋友想养只很省心的宠物 而不知道去怎么挑或者他的价位 可以耐心的看完熊妈的这篇视频哦 视频很长会分为上下两期 可以先点在收藏哦 我们先讲一下关于价格 市面上专门繁殖金丝熊的属舍呢 价格应该在80到300之间 这时候有些人就坐不住了 他说他在花价市场可以在同 或者是同城可以买到30左右的 甚至前两年呢 有人会说他花二三十 甚至五十块钱就可以买到一只长毛熊 或者说是同城的一个树友家买到的 怎么说呢 我今天就来给你们分解一下 金丝熊的价格到底是由什么来决定的 他们的价格呢 基本上是由品种花色 羊吃环境还有吃的粮决定的 粮食是进口粮国产粮还是自配粮 这些综合来判断 当然现在还有一个加分项就是联系 还有一个特殊一点的 就是同城的一个室友家 他纯爱好自己繁育的鱼窝 如果养不下他会说同城送蛙 或者同城偏育出 这种你就要知道 他如果是第一次繁育的话 他是否知道这个繁育的禁忌 那么父母是否有血缘关系 这个饲养的环境是否有疾病 是否属出健康 繁育的时候是有达到60克 这些你就要去自己判断 大概是去年的时候 大家已经开始疯狂喜欢短脸 包子脸 极拼脸的叔叔 但是我在这里建议是 大家应该更关注一下 鼠子的性格 如果说性格好 其实跟你是有演员的话 不要去在乎他的联系 毕竟你养是宠物嘛 陪伴 亲人才是他的第一要物 大家买熊的时候一定要注意 如果这个鼠舍每个月 有很多窝的鼠子 那么他肯定没有足够的时间去软鼠 那么怎么能做到 每一只鼠都脱明 完全的亲人呢 好了下期视频 我们教大家如何挑选熊舍去选熊 我们下期视频